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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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從台北到這裡 我們所有的黑客朋友們的各種新的知識 對我刺激非常大 所以我今天現在要給的這個presentation 其實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整個重新在想 我到底要怎麼樣來call for help 其實因為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各個鄉村 其實深入了非常久 中國大陸的鄉村有非常多的需求 而這些需求呢 其實需要很多跟科技有關的彎道超車 才有可能 所以我現在把我的整個 看起來像是presentation 其實是call for help 而且不但是call for help 而且還希望是彎道超車 讓我們的鄉村有機會 從0.0或者是1.0 然後跳躍到3.0 那如何可以從所謂的din到dit din是do it nobody 原來中國的鄉村幾乎是沒有人願意去的 那個現在變成dit 就是do it together 那do it trans-casson 而且do it technology 那所以我還是要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我對於這個鄉村的這個概念是怎麼來的 那個首先呢 上面這一個大概是2015年的時候 我們在山西的一個鄉村 那在這個村子裡面呢 其實是一個山溝 這個山溝一進去大概有9個村子 那這9個村子其實都空了 那有一天就是這個 坐在最左前方 穿著白衣服的這個老先生 他帶我回到他的村子 那在這個回到他的村子的過程裡面呢 剛好碰到一些也是從這個山溝裡面移出去的一些村民 那他們回去採花椒 那他們就坐在那個松樹下面 然後呢 那下面這一張呢 基本上是雲耕世代 那個駭客們 那個圍在那邊 然後解決各種網路上的問題 那從農耕社會到這個雲耕社會 從土地世代到信息時代 那我們其實各種的社會關係 跟各種人的需要 然後跟人和土地 人和環境的各種的平衡 事實上並沒有真的改變 那事實上那個各種新的科技 那個不管我們昨天或今天在討論的各種議題 特別是在非常偏遠的鄉村 那個幾乎是沒有人真的好好的去面對 跟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因為做了一些在這個兩岸之間的鄉村 那有一些機會呢 碰到兩位我在山東運城的這個80後的朋友 那個鄭本棟跟衛牆 那我們就插槍走火的 然後形成了一個以微信作為平台的一個小的 等於說是剛剛開始的 從2017年9月1號開始的 那個Transcast 那這個Trans呢 那基本上是跨 是跨城鄉 跨領域 然後跨各種社會 然後跨各種世代 那可是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是在這個小小的group裡面呢 那個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關心鄉村 那然後呢 而且我們希望這個Transcast 它是一個可以實作實創的平台 它並不是一個只是座而言 那或者是在講一些高大上的這個理論 那無論如何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走入大江南北 然後我們是希望能夠 雲跟綠水青山 然後實創和諧城鄉 可是這條路是非常困難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稍微先跟大家講一下背景 那事實上Transcast這個概念呢 是我在2016年的時候在四川大學的一個 這個 這個international curriculum裡面呢 那個發展出來的 那原來的這個setting呢 是雅安代河 我等一下會用這個作為case 那我們在雅安代河呢 有四川大學 然後有北大 然後有台大 然後以及台灣的成功大學 那我們在那邊是有一個非常實作的一個基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在台大呢 同時呢 成立了所謂的創新設計學院 那大概是2015年 那這個創新設計學院呢 那這個創新設計學院呢 是跟這個Stanford 這個D school的這個 design thinking 是非常非常有關的 那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又有不同的 不管是跨台大的 那個或者是 international的這種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就是說大學社會責任 這樣跨領域的各種結合 那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呢 等於說從2015年吧 一直到發展到現在 那對我來講呢 就是說鄉村喔 特別是這個城鄉之間的流動 它到底在一個互聯網家的時代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意義呢 那個關鍵是說 任何一個城市 它是有可能 它的physical form 它的房子 它的建築 它的建築方式 那譬如說像 像飛機場 那它常常就是在 每個地方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那譬如說像supermarket 那你有一種建造的方式的時候 你可以duplicate 可是沒有一個鄉村是你可以隨便duplicate 因為它是完全的integrate with它的ecological system 跟它的這個生態環境是有關的 所以數千年的人類文明 鄉村它有它不可取代的 而且呢它是一個knowledge的flow 那我們如何在互聯網家的時代 讓城跟鄉之間的關係 重新跟年輕的世代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 那因為我常常跨兩岸 所以我也常常需要校正兩岸之間的不同 那因為各位是在 比較是在這個大陸的base 所以簡單的來講呢 從20世紀到21世紀 在台灣跟鄉村有關 因為各位常常 我常常在台灣 常常接待 來台灣 不管是研究 調研學習 所謂的社區營造 或者是鄉村建設 那對我們來講 鄉村它其實已經從一個單一的鄉村 然後變成是一個清創 農創 文創 那以及technology 或說應該是農業的科技的 非常結合的一個地方 那而且台灣的鄉村 在這個從20世紀到21世紀的過程裡面 那個有一大批的年輕人 特別是80後 90後 他們是在21世紀初 大概是2003年左右的時候 開始掀起了一波一波的 入鄉或者是回鄉的行動 那第一位 我自己知道的 有一些可能是我不知道的 那第一位我知道應該算是賴清松 賴先生 他是日本的環境霸的碩士 那他在2003年的時候 去宜蘭的鄉下種田的時候 據說他的爸爸媽媽 就不要認他這個兒子 覺得他一點都沒有出息 那可是呢 在像他或者是像這個 白米炸彈客 這個洋魯門 那他們一波一波的衝擊之下 那台灣確實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整個就是跟農鄉有關的發展 變成是一個社會設計 然後變成是社會創新 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引擎 那這些人 就是80、90、00後 這些跟在座的各位 其實是同一個世代 是什麼樣的世代呢 那個跟所有的科技是一起長大的 就是譬如說像我們台大 那個今年入學的大一的學生 基本上是21世紀出生的孩子 是2000年出生的 那出生的時候 其實互聯網就已經在了 那然後呢 隨時就在那個遊戲上面混來混去 所以對於你們來講 那個根本就沒有進入一個實質的社區 或離開一個實質社區的問題 因為永遠就掛在那個雲上面 然後什麼時候願意滑下來滑上去 是非常的自由自在的 那在同時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鄉村也有一批一批的80、90後 那他們也回到了那個老家 那像這個是 大家如果在座有去這個山東運城的話 那這個就是西代莊村 你們最右邊的那一位白衣服的就是正本洞 那我其實是透過做淘寶村的調研 然後認識這門洞 然後跟我的一批運城的80後的小兄弟 那可是在我進入這個山東的這個淘寶村的調研的時候 對我來說衝擊最大的 坦白地說 並不是這些淘寶的這個commercial business 對我來說衝擊最大的是 就是我活生生地看到這些80、90後 然後他們的everyday life 他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 那像那個本洞他就常常跟我講說 張老師 我現在還是一樣回不去我的老家的那個村莊 因為如果回到那個村莊 我的工作 我的商業 然後我的各種工廠是沒有辦法支撐 那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春客松 在形成這個非常自主的這個春客松的過程的時候 那有非常多的朋友 其實是長期在關心有自己的團隊 那或者是說 那個其實不見得是高校的老師 也不見得是這個 也不見得是這個規劃設計的專業者 那包括就是說有銀行家 有藝術家 有媒體人士 有各種實創的 然後有公益組織 那我們的這個發展的過程呢 坦白說其實是從2012年 就是說我第一次跟著這個曲言曲老師 去這個山西的許村 那那個時候其實許村大家都不知道 那大家比較知道的是這個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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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山 那現在大家當然是也開始知道許村 那可是從那個時候是沒有 沒有年輕人 而且根本就沒有人要進鄉村 那然後一直到一直發展到現在 那個18大這個互聯網家 然後19大這個振興鄉村 那一波一波的非常快速的 而且是從由上而下的這些政策 開始進入中國的鄉村 那我們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 時代背景之下 那莫名其妙或者說插槍走火的 變成了深入在座鄉村的一群人 那這些是跨兩岸的 那下面這張slide呢 其實是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戴河 那雅庵的戴河 然後上面那一張其實就在鳳化 那我們在這個插槍走火 形成這個 鄉村這個平台的時候 其實就跟這一次在鳳化的這個 這個兩岸青年是非常有關 那我們這樣挖跳的這個在兩岸 而且在這個鄉村跑來跑去 那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說從台灣 那到這個山西 然後到這個成都 那個雅庵 然後到這個鳳化 然後還有就是包括圍坊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內蒙古這個草原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社交的平台 那使得我們這些線上線下 那有些是完全原來完全不認識的朋友 那因為這樣子呢 在一起呢 做了其實很多走跳式的快傘式的活動 那包括就是青年與鄉村的對話 那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五次 那第一次其實是今年的二月 是我的一個90後的 那個從台灣念完大學 回到大陸的一個原來的陸生 那那個他發起 然後我們兩個就這樣跑來跑去 那透過直播那個其實有60萬人次 看過我們的這個活動 那最近這一次呢 其實在座各位 其中有一些人其實去了我們運程 那這些朋友 那這些兄弟 然後這些在中國大陸四處 那個基本上如果我今天是用一個台大教授的身份 來到大陸的話 我是不可能認識這些人 我是完全不可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真的 在日常的互動裡面呢 這麼深入地進到這些人的生活裡面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發現有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需求 這個需求就是說 我們如何把一些非常社會性的需要 而這些需要呢 是基本上它是沒有商業邏輯的 可是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包括留守兒童啦 然後包括老人啦 然後包括各種的這種生態 然後各種這樣的問題 我們如何能夠透過各位了解科技的 然後掌握技術的 以及在中國在大陸的這些年輕人 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叫村科技 這個村科技呢 它基本上是從設計思考為脈絡 我們是反省到就是說 在2017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人口統計裡面 5.7億是非城市人口 是鄉村人口 相對於美國的3.3億 然後日本的1.27億 我們知道說 這個非鄉村人口的本身 它其實是有非常巨大的需要 而這些需要 它有一些是可以商品化的 那它有一些是不能商品化的 那就可以商品化來說 我們看到這個譬如說像Stanford 它的Disk School 就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 就是一群年輕的學生 他們原來想要解決印度的一個村子裡面的 早產兒的死亡率非常高的問題 那他們原來是想要 在美國的時候 是想要跟這個當地的 這個印度那邊當地的這個 醫院合作 然後去 improve 醫院的保溫箱 可是當他們到了當地之後呢 赫然發現 這跟保溫箱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偏遠的鄉村 他們的早產兒 因為他們的這個營養非常不好 所以很多早產兒 而這些早產兒呢 因為距離非常遠 所以在他們從村子 被送到醫院的過程裡面 其實Baby就已經死了 所以結果呢 這個group呢 他們就做了另外一種產品 那那種產品是非常廉價 而且用非常已經有的材料 做的這個嬰兒的保溫袋 那這個是一個 Stanford University D School的一個case 那我們台大的話就是說 我們有一位坦白說 在台灣非常知名的 這個葉秉承葉老師 他台大奠基系的老師 那他的團隊呢 是發現說 那個鄉村跟城市的小孩 那個真正的學習落差 是發生在每一次長假 譬如說 夏天的這個summer的這個break之後 那後來他們就去研究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發現說 原來是這個 城市裡面的小孩呢 他們的爸爸媽媽 就會把他們送去學各種東西 那鄉村的小孩沒人管 所以就在那邊玩各種遊戲 那所以這個葉老師呢 他就帶著他的團隊 發展了一種遊戲學習的game 叫做Pagame 那Pagame呢 那個其實是我們台語的打遊戲 就是Play Game的這個發音 那他們就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遊戲的 這個學習的一個軟體 使得城鄉之間兒童的這個學習 是可以不要辣掉這麼多 那葉老師他現在正帶著他的團隊 那個在創業 那就是在創這個 那這個的話 是日本的一個soft bank 那他們也是 也是在透過 用smartphone 的這個技術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他們是希望說 把smartphone的技術 那個 怎麼樣轉化的 放在這個 那個偏鄉的老人 那這些老人 他們的小孩 跟他們的兒孫 那個都在大阪啦 東京啦 這樣的都市 那他們是想要 那個 因為時間有限 我沒有辦法讓大家 整個看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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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短片 那個 可是就是說 他們就進到這個 就跟著這些家人 然後進到他們的 爺爺奶奶的這個家裡 然後那個 去 improve 去 improve 他們的那個 那個 technology 的介面 那使得這個 老人家習慣的這個 老的電話 然後那個 所有的這個 story 都可以從 看起來像一個 油箱一樣的地方 print出來 那他們也因為這樣 就可以看到 這個兒孫 他們在都市裡面 發生了什麼事 OK 那甚至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柱子 這個柱子它基本上是在量 那個小朋友他長多高 所以這個柱子它本身呢 就 print了 這個家庭的 這個 這個小朋友的身高 OK 然後他們這個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老人家跟小孩 其實有一個在鄉村 有一個在城市 OK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像這樣的技術 它基本上是非常的溫暖 那而且呢 對鄉村的老人家 是真的是有需要 那他們跟城市的關係 會因為這個技術的界面的改變 那個 而有非常大的 不一樣 那 那 還可以一起唱歌 那 可是 可是這些 就是說 對於城市來講 你可能用的就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手機 OK 可是對於鄉村來講 這些老人家 那個其實是在用他們看起來 是原來的東西 可是裡面的這個technology 其實已經完全改變了 所以像類似像這樣的一些科技 對於鄉村來說 特別是5.7億的人口 那個就算有一些人 他們還沒有能力去 進入這樣的一個商品市場 那個 可是你想想看 日本才1.27億 整個日本才1.27億的人口 那中國大陸的整個鄉村人口 我是認為說 基本上 如何去發展像這樣的一些 那個 Warm Technology 然後是對於鄉村的 我覺得是我們 是需要開始來關注 那接下來 我想 我真正想call for help 的 就需要大家的幫忙 的 是我們已經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亞安 呆了3年 已經邁入第4年 那這個黛河 那這個黛河 那這個黛河呢 它也是一個非常 應該怎麼講 它是在蒙頂山的這個中間 那個大概 海拔大概是600到1200公尺 那蒙頂山呢 是中國大陸的 或者說是世界的茶的這個核心 那它是茶馬古道的那個 那個一個部分 那所以這個地方呢 它基本上產了很多茶 那那個 可是它這個茶這個產業呢 是只有20年的歷史 那無論如何呢 我們是從2016年開始進入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也是就是說我們的學生就在那邊 發現了一個已經廢棄20年的這個水墨坊 那然後想辦法讓這個水墨坊 重新被清理 然後被帶動 那然後到2017年的時候 那個我們在這個地方成立了 所謂川北台城的教學實踐基地 那可是呢 就是說這兩年的時間呢 我們的團隊因為主要的這個背景呢 都是規劃設計 所以我們的學生進去了以後呢 那個基本上 他們被賦予的任務呢 就是去規劃設計 然後這個鄉村 那很有意思的是呢 我想給大家看兩個影片的這個 這個開頭吧 就是我們這兩年喔 就是我們的團隊學生進去了以後 他們的視角其實改變很大 那我沒有時間把這兩個影片都放完喔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這是我們第一年去的時候喔 那這是戴河 那也讓大家看一下戴河喔 那這個就是我們進去的時候呢 那一次非常有趣是我們到了那邊的第二天喔 就拿到了那個autodesk 就是無人機喔 那所以學生就非常興奮喔 就像隨便玩一玩他們就開始飛喔 那所以我們 我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第一年進去的時候 完全是上帝的視角 是鳥的視角喔 那個那個 那個 飛在上面 在看這個村子喔 那包括就是說 學生選的這個音樂喔 對 然後 然後 然後拍的所有的視角 那然後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部分喔 是 是唯一一點點有人的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人的這個size喔 那這個地方叫海子山 其實是 遠古留下來的這個濕地喔 那本來這個濕地其實也會被毀掉喔 就是 大概在文革的時候他們希望說 對對對 人在這裡喔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們當時就在這裡喔 可是我們就是這麼這麼的小喔 對 那 我們第二年 第二年去的時候喔 我們第二年去的時候 我們第二年去的時候 同樣一個地方喔 喔 同樣一個地方喔 那 一開始的時候呢 也是 從這個鳥進去看喔 可是呢 我們就突然落進了房間喔 然後進到這個村子裡面喔 那然後所有的這個眼睛喔 都是人在走路的時候看到的 然後都是這個村子裡面 然後呢 開始有村民喔 然後開始有村裡面的小動物 然後開始有學生喔 有我們自己喔 就剛剛那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 然後那個我們第一年修的這個水墨坊喔 那現在已經很漂亮的被修起來喔 那個那個 雖然修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美學的衝突喔 可是無論如何 那個大家都很開心喔 對 而且後來這個水墨坊呢 就變成是我們每次在上課的時候 就在這邊用喔 那村民呢 也開始重新把他們的這個 玉米啊 什麼喔 這個拿來這邊磨喔 那他們基本上已經 就是二十幾年都沒有在這邊磨喔 那這個是李偉老師 我們川大的老師 那這位是張天心 穿綠色的 北大的老師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同樣都是landscape 然後同樣都是村子喔 那我們從第一年到第二年 那個我們團隊本身 那個已經完全變了一個 一個我們跟這個村子的關係喔 那那這個是我們在水墨坊裡面 上課的情況喔 對 可是大家看到 我們還是在做建築設計喔 那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那個已經開始跟村民們這樣子玩耍 然後那個 這個據說是李偉老師的初戀情緣喔 那李偉老師一直叫我們把那段刪掉 可是學生不願意刪喔 對 那 可是 喔 對 這個是我們已經成立了這個川北台稱喔 好 那關鍵是什麼呢 那個關鍵喔 其實是回到 喔 我的檔案在哪裡 對 好 關鍵是回到 關鍵是回到 我們2018年進去的時候喔 那我們 教學團隊本身有很深的反省喔 就是我們覺得說 坦白的說喔 我們帶進去的這些80後90後喔 特別是90後 應該算是90後 那個事實上 大家都不是從鄉村長大的 幾乎沒有人是從鄉村長大的 OK 那我們進去了以後呢 其實在那個地方時間並不長喔 那個大概就是五到七天的時間 那甚至調研的時間只有三四天 然後 然後all of the sudden呢 我們要provide一個所謂的規劃 然後呢 要讓這些村子怎麼樣被規劃 然後 不管是做旅遊的 不管是做文化的 然後不管是做什麼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到底在幹嘛 是說 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團隊 並不了解鄉村 我們憑什麼 我們憑什麼 就像昨天那個王堅 王老師在講說 這個做什麼交通規劃 你連車子都沒有算過 你憑什麼做交通規劃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進去就非常大膽的 那個 全部都是規劃設計的科系 那在中國大陸幾乎是不太可能這樣 我們就說 我們不做規劃 我們做社會設計 然後呢 大家呢 就用設計思考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在台灣 然後在這個川大 那包括川大商學院的老師 都一起來學這個設計思考 對 所以我們就變成是說 從深入待合 然後到形成興趣小組 然後定義問題 然後呢 關鍵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們跟同學說 你呢 沒有能力開路 你就不要想開路 你就只可以做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你是那個地方領導 你不要以為你是官員 你不要以為你有resource 你只能做你們這一群 你們這個team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們首先做的一個事情 也是這個第一個help我需要的 就是說我們開始用這個參與式的方式 希望能夠透過代合這樣的一個基地 開始形成鄉村遮料庫 因為我們發現說 整個鄉村 那特別是在政策的這個引導之下 它消失的非常快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怎麼樣可以透過任何一個人 幾乎是沒有門檻的 那個進去之後呢 像東坡老師在講的那個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就是我們其實有做了一個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可是非常難用的 那個database 叫做代合資料庫 就是每一個學生我們就要求他們說 你們就看到譬如說代合 你覺得很棒的地方呢 你就拍張照片 然後你就解釋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說清楚你為什麼覺得它很棒 就做這麼簡單的事情 而這麼簡單的事情 在我們規劃設計領域裡面呢 有一個前輩叫做Christopher Alexander 那這個亞歷山大呢 他有一套叫做模式語言 pattern language 那這個pattern language 是幾乎我們都會讀的一個經典的作品 那pattern language 它的structure 就是說一個問題 然後一個現況 然後一個解決的方式 那它基本上 現在它這個pattern 它的pattern 那個基本上根本就已經在網路上 那這個亞歷山大 它本身就是一個數學家 它是從數學家變成的一個建築師 那在UC Berkeley教書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可是因為我們真的是沒有技術的能力 可是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這種Civic的這種technology 是有的 所以我們希望的第一個help呢 是那個 接下來譬如說我們接下來 就真的可以透過我們這個春克松這個平台 開始來測試 那個大家都可以來吧 那個你看到的 你覺得很棒的那個鄉村的風景 然後鄉村的這個artcraft 這個工藝 或者是任何生態 開始記錄 可能用一個什麼樣的方法 那下面呢 那個 下面呢 是我用一個group的case 那這個 其實我們這次的五個group 他們做的個案 我們都非常感人 那這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有urgene的 是這個留守兒童 是留守兒童 那這個留守兒童呢 他們這一組 後來叫做一騎一會 以性之命 那那個 那這個是過程 那然後呢 我給大家看一個短片 讓大家知道說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謝謝 這是我們還不知道 會和戴河村的孩子們 這下子 穿真和寶貴的緣分 是 在短短期天中 我們與戴河村的孩子們 從陌生到熟悉 上課畫畫 摺紙玩水 我們在一起做過的事 有太多太多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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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 好可怕 不要再動他們了 他們 他們 基本上是 碰到這些小朋友 然後這些小朋友 就開始跟著這些大哥哥 大姐姐 所以他們是在村裡面 遇到這些小朋友 然後這些小朋友呢 就非常喜歡這些大哥哥 大姐姐 那他們基本上都是留守兒童 他們的爸爸媽媽都不在 然後他們就開始 每天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 就會收到小朋友的信 那個小朋友他們每天就用手寫 寫一封信給他們喜歡的大哥哥大姐姐 然後他們跟大哥哥大姐姐們 就越來越熟 那像這個的話是大哥哥大姐姐們 在問他們說 你們未來想幹什麼 音樂家 開寵物店 鋼琴家 鐵匠 醫生 就這些小朋友 他們非常的天真 他們並不知道社會 跟他們 會有 未來到底是怎樣 所以他們是有非常多的夢想 當科學家 發明家 那村子裡面的年輕人 老師 也都對小孩的教育 非常的有想法 除了寫信 還會送小禮物 除了寫信 還會送小禮物 這是第五天了 這是第五天了 所以這些大學生 就開始覺得說 他們到底怎麼樣 可以在他們離開以後 還跟這些孩子 有一些關係 所以他們就說 戴和的故事不說再見 那以信之名一起一會 所以他們可以幹什麼呢 那他們就是 我們在那邊的時間是非常短 非常非常短 那而且這一組呢 開始一直在撞牆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些小朋友這麼可愛 到底該怎麼辦 那後來呢 他們就是 就是一個一個的去分析問題 那譬如說這個 老師的流動性 課程的單一 然後教育資源這個差距很大 那學生跟老師 還有家長是沒有辦法溝通的 那可是這個 而且就是說 當地是有支教 可是這個支教呢 他們每次來的這一團 他們是沒有延續的 然後這些支教的這些老師 也都是大學生 所以自己也都還在 還在長大的過程裡面 那這些孩子的問題呢 基本上是非常廣泛的 在中國大陸非常多的鄉村都有 所以對我們的團隊來講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種解決方式 開始嘗試的話 那這種解決方式 它是有可能可以擴散到其他地方來嘗試 可是這個嘗試呢 它的門檻一定要低喔 它絕對不能是很複雜的 它要非常簡單喔 那而且它是那個 基本上這個大學生 跟這些小朋友 他們之間 是要有面對面的關係 是要有面對面的互動 可是它又可以在一個long distance 在一個長距離下面 那個繼續互動 那所以呢 在這個方案這個部分呢 他們更發現這些留守兒童 在當地80%都是留守兒童 所以怎麼辦呢 他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來用寫信這種方式 那這群學生他們大概有12個人 然後呢 這個村子裡面大概有一百多個小孩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他們就決定說呢 他們要把這些小孩分成12組 所以大概十幾個小朋友 會跟一個大哥哥或大姐姐 然後這十幾個小朋友呢 他們愛怎麼寫信 就怎麼寫信的寫給這個大哥哥大姐姐 然後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呢 他們大概每一兩個月回一次信 也就是說這個回信的這個程度 不能夠太頻繁 因為太頻繁 這大學生也都很忙 是大概就會 就門檻太高就做不起來 那可是無論如何呢 就變成是說 他們跟學生之間 就來來回回的有這樣的信件 那可是這個信件他在寫什麼呢 這就非常有趣 那他們就決定說 那個要把一些 那個要把一些這個這個這個 在這個內容上面 把一些跟地方有關的一些知識 把跟地方有關的一些文化跟記憶 那個變成這個信的內容 然後去鼓勵這些小朋友說 學習很無聊啊 可是呢你們這邊有這些那些這些那些 也就是說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 他們是要去過這個村子 他們才有能力寫這種信 沒有去過是沒有能力的 他們不但要去過這個村子 那他們也要對這個村子有一定的了解 那所以說 他們會鼓勵小朋友去了解當地 譬如說 那個當地有做草鞋的老爺爺 然後當地有這個水墨房 那他們也會在這個信裡面 那個跟這些小朋友鼓勵他們 那個走出來看看 然後跟他們講 那個大學生 他們的生活是怎麼回事 那簡單的說 就用一個陪伴的這個關係 那開始跟這些小朋友 有了這個日常的 有距離 可是又還是在一起的 這樣的關係 那他們也希望說 這樣的書信 譬如說最後有沒有可能變成一本書 或者說有沒有可能在網路上怎樣怎樣 那或者是說 因為大家都還是學規劃設計 那對空間還是有一定的想像 那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那有沒有辦法 因為坦白說 很多學生小朋友就流失了 所以教室很多是空的 所以他們是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廢棄的 或空掉的學校的教室空間 那用這些來來回回的信 佈置起來 變成是一個實際的空間 那像這樣的一種關係 他們如何能夠用很簡單的科技 然後被傳播出去 變成是一個留守兒童的平台 那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辦法能夠真正的發生 那至於是不是要區塊鏈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因為 就是有一些比較是certificate 就是比較是certificate的一些能力 那因為這些留守兒童 他們相對於城市的 一下子可以考這些學校 一下子可以考那些學校的 這樣子的小朋友 他們是非常弱勢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可以被記錄的 一些學習的履歷 那對他們來說 對這些小朋友來說 其實是非常重要 那如何變成是 譬如說 這種movable 這種app的一些軟體 那如何可以讓它擴展 那基本上是我們的團隊 在想的 那如何可以陪伴 那在這個陪伴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大學生 或者是這些留守兒童 他們彼此其實都有各自的成長 跟互動 那其實坦白說 是一個 彼此的陪伴 那所以對這樣的一個小組來說 他們說這個戴河七日 那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 會在戴河發生這樣的生命的改變 那他們也因為這樣的經驗 他們未來進入鄉村 他們在城市裡面想鄉村 他們跟鄉村的關係就已經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是認為說 像這樣子的 以設計思考為核心 然後呢先放棄掉自己的專業 去聆聽地方 他們真正的需要的這個過程 它會使得年輕人 它會使得陳跟鄉之間 有非常不一樣的關係 那那個 基本上 另外一個case 我就不講了 可是 稍微帶到一點 它是一個草嗨文化節 它草嗨是草鞋的意思 就是我們在當地呢 也發現了那個老爺爺 非常會做草鞋 那這些學生們 他們就非常希望說 那個最後可以把這所有東西 變成是一個生活節 那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不cover這個草嗨生活節 雖然可能跟美院是比較有關的 那我在這邊在結束以前 我想強調的是 那個如何能夠回應廣大鄉村 這種不應該被商業化的文化社會跟生態的需求 譬如說留守兒童的 那有另外一組是這個鄉村的老人 那有一組是這個跟建築跟工藝有關的 那然後有一組是跟產業生態有關的 那像這樣的議題 那個怎麼可以讓我們在談的這些科技 真的進入到鄉村 那使得代河 使得鄉村 它有一種可以彎道超車的可能性 那我們回到這個村子裡 那不管是我們2015年去的山西 這個兩家寨 這個山溝裡面 或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代河 那甚至我們在台灣的一些偏鄉 那事實上人跟人的關係都還是這樣 那在這樣的人跟人的關係的同時呢 那也有在座的各種不管是黑客 那或者是已經非常熟悉technology的各位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那個DIT Do it together Do it Transcasson 然後一起一起春克松 那使得這些被遺忘的鄉村 被遺忘的這些村裡面的人 他們是有可能彎道超車 那重新被社會 然後被這個時代擁抱 謝謝大家 多謝